离开酒寨沟后 近八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们抵达了广安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个城墙 所以这个地方叫宝珍塞 听说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家 大户人家建的 对 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 段姓段 然后是段家的第九代组长 段香城未必战乱 在方家沟村修建的一座 集村式防御生活起居 休闲娱乐渔体的多个人要塞 宝珍塞 时间渔清宣统三年 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 就是这个 对 这么大的城墙 就是要塞的一面城墙 这一面城墙 对 像北面 真的是非常大户人家 是的 并且当时主人家 他们竞赛的路没有这么宽 这条路是后来宝珍塞做了两站 为了方便老百姓 与娘是进去而扩宽的 以前的路非常地窄 大概能容两个人通过 就是我们这样子要很近 对对对对对 我跟你走路就只能这样 对对对 要很近很近 或是你前我后 要不然旁边就是破坎了 哇 这样好危险呢 对 在大门处还有一道 以前保留下来的一节路 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是石头 不像我们走得那么平的阶梯 对 特别是像今天这种雨天 它还有青台 所以走路要特别小心 会滑 对 会有一点滑 何老师您要小心 慢点 所以这个是大门吗 对 这就是我们要塞 唯一的一道大门口了 房屋布局设计轻巧 一身就势而建 可分为东西两赛 所以您刚说 我们现在要参观的是 东赛 东赛 对 然后我们现在到的地方呢 是关系楼 一楼是晚辈的关系的地方 然后二楼是长辈 现在我们是在一楼 一楼 一楼是晚辈关系的地方 你可以感受一下 一楼我们看戏 看这个戏台 它是需要抬头 有 久了 望上去看的 对 脖子比较累 这样年纪比较大的人 就受不了 脖子会酸 所以长辈就在楼上看 它是平式的 到二楼看就是平式的 对 建筑船顶雕刻着花 鸟 龙 缝等图案 简洁朴素 又不失主人家的身份 东赛为四进市四合院 有水井 厨房 仓房 火房等 有水在里面 对 有水 这个井深 还有鱼 我刚刚看到一只鱼又过去 有 我们是养的有金鱼的 你知道养金鱼有什么意思吗 就是让你有福气 这是一点 还有就是大虎人家特别怕人投毒 然后它养一条金鱼里面 就可以看井水里面有没有人投毒 因为鱼它有生命满 它彻有毒水 它会浮上来的 宝珍赛融合碉楼 城堡和闽南地区团成建筑风格 成为不少影视剧组的取景之地 现在我带你去看探秘一下他们家的一个紧急逃生通道 好 这边紧急逃生通道 听起来很神秘 墙根石板挪开 便是出入口 为什么说没有发现它呢 对 是因为它当时是用这个石板 就把这个给它 把它遮住了 盖住了 对 盖住了 这石板 这石板好厚 对 我们赛墙有一点五米的厚度 是 一点很宽 对 很宽的 人可以进去 然后进入里面之后呢 它大概有 也有大概近一米左右的一个高度 所以一旦发生危险情况 里面坐在家转就可以躲进去 年时躲藏 作为防运要塞 内部设施十分完善 你看 这也是一个 这个好特别 这是一个浴缸 它是一个消防水缸 它是一个消防水缸 对 不是泡澡用的 不是泡澡用的 是用来灭火的 塞外由城墙和泡楼组合而成 我们这个要塞的话 就是二楼它有三百多米 那这个设计孔之前是用来做什么样的 就是防运 主要还是防运用的 我们整个二楼像这种大雷集的设计孔 有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 像这个是比较细长的 对 比较细长一点的 有原因的吗 有 因为它根据它的伏击点的一个不同 它做出一个调整 主人家设计这个设计孔的时候 能够保证 两两设计孔之间 能够观测到同一个地方 就是四眼上面没有 是 对 没有死角了 是 我在这个设计孔看见一个点 在另外一个设计孔也能看下那个点 也是可以看到那个点 对 也能看得见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边这个区域 从这边看的话 能看见一个 有一个房子 头不用探得太出去都可以看得见 我刚刚探太出去了 这样子有敌人的话 我就被射中了 对 保证赛传承了古代 承寨堡垒的建筑特色 具有冷兵器与火器并用 时代晚期的建筑特征 是军事工程发展时的重要时政 所以这边就是西塞 对 光线比较暗 对 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是它海拔比较高 还有一个武器变了呀 你看它的设计孔 真的 武器变了 所以设计孔变比较小了 所以就比较暗了 对 就对里面防守人员来说 安全 安全提高了 那我右手边这边是 就武器 所以这边就是专门放 武器的地方 热兵器 对 热兵器 前面还有放冷兵器 这边就是刀 刀 对 大刀 里面中间那个柜子里面放的都是针的哟 都是针的哟 没有开过刃 所以二楼这边也是有大家的卧室吗 有啊 不仅有卧室 还有卫生间 是哦 这个就是卫生间 对 那怎么样上厕所啊 男生我觉得比较简单 就是男生啊 只有男生 只有男生 这是男生上的卫生间 对对对 好特别哦 我还以为是把他封起来的 对 那女生呢 女生要上卫生间 二楼是没有女生的 二楼是作战区 二楼住房 为方便家丁所设计 家丁们就做二楼防御 这个要塞里面 所有的空间 它都被合理的利用了起来 所以管家住的地方呢 它下面是用来存放粮食的粮仓 是 管家要有这个粮仓 其实要塞也是民居 饮食方面自然要准备到位 是厨藏什么的 金银细软 房器啊 地气啊 金条银条都会放进去 很大也很高耶 对 还可以藏小孩 人都可以藏进去 厨房玉工室有时构筑 其余院落均为木造 那么正赛之宝呢 就是这个 保证赛季 以前保留下来的 它的字体好公正 对 它的房间你看就比较高了 对 为什么 因为和主人家它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主人家的房间有阁楼 是为了方便它的保镖住 它还有个保镖住在阁楼 对 住在楼上 那阁楼要从哪里上去保镖 就从我们刚刚上去那些台阶啊 所以它的保镖就在他楼上 所以可以听到楼下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有主人发出紧急求救信号 他就可以把这个长角落的木板给他打开 就可以跳起来 好聪明哦 对 然后 那儿子呢 没有保镖 对 就没有 因为他儿子较为年轻 自己有武力再生 有自保能力 所以它的房间就比较高一点 对 这个高度真的是可以有两层的概念 所以上面真的还可以再住一个人 那我右边这边是什么 有一条通道 这也是通道 刚刚我们在楼上看见的那一条通道 但是呢 实际上对外宣称它是个禁闭室 就是家住里面有关错 犯了错误的人 他就是管禁闭啊 禁闭室 对 现在我带你去看一下他们家的书房和小客厅 这家真的很大 上方 上方 对 我们而且没有看到上方 上面 那是小阁楼 主人在这里见客的时候 他保镖 还会在上面 上面还有一位书籍人员 记录一下客人和主人这件很大话 在讲什么 对对对 重点 因为大户人家 好有心机 这种诚信嘛 我们现在也有说好记性 不如烂笔图嘛 也是 真的 如果承诺了他的客人什么事情 对 给他转好 像现在我们东西都要记录下来 对对要记录下来 有文字 然后签合约 那时候可能握个手 对对对对 楼上有人要记录 要认证 对 他也写下来 就现在我们说 因为你不讲 我完全不会知道楼上 对 有一个小阁楼 就是因为以前去别人家做客 肯定也是不能奉奉希望的 对 不礼貌 对 不可能到处这样子 对 要看一看 那我们现在是做一个研究的一个 难怪 难怪他这么高 确实 看完了保真赛 我要找的亚洲最宽瀑布 又在哪里呢